那共和党当然我们刚刚前面讲 是打经济的 共和党自己就是说 也看到的就是他过去 常常提到的减税 这次就没有再提减税 但是他也希望就是说 把这个经济能够振兴起来 觉得说拜登政府这样子的乱花钱 我们讲说美国政府 长期都在债务当中 在这个就是赤字当中预算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因为共和党喜欢减税 民主党喜欢上台以后搞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要花很多钱 那又没办法能够来政府 来担负这么多的这个社会福利 所以这个两个是长期发生的 那共和党减税的结果 就是你的税收不足 那也会有赤字 但是共和党始终给人家一个印象 就是说我在花钱上面 是非常有纪律的 就是discipline financial discipline 或fiscal discipline 那让大家觉得说共和党 在乎有没有债务 民主党好像喜欢搞赤字经济 并不是这么在乎 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够说服选民 我们不知道 但对共和党一个也是就是我们讲说两刃的剑 就是美国目前的这个枪支犯罪 这个大规模的这些这个暴力事件 枪支暴力事件穷层出不穷 那民主党对这样的一个事件会觉得说枪支要管制 特别是看到那些攻击性的武器 大概现在也没有民主党会讲说我们要把所有的枪支都要拿走 因为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美国人有枪的权力就是宪法第二条修正案 所保障的一个权力 那民主党也不会笨到说一定要把这个权力拿走 不像我们在台湾私人是不能有枪的 但他们是就是可以拥有枪支 但是呢他们希望限缩 譬如说要做更多的背景调查 要做更多的我们讲说 这个枪支的这个限制在网络上面买卖 或者说要就是限制这一些攻击性的武器 不要随便卖给人 那还有包括要限要有更多的 我们讲说对这个不符合资格的人 不能让他拥有枪支 就是要有一个缓冲期 你要你要买枪支 你要申请的时候 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除了做背景调查 我还要希望让你的这个情绪上面 会不会说你是一时冲动 可能买了枪想要做什么 一个星期之后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想法 那这个议题呢 因为民主党是认为说 你看现在目前这么多校园 人的枪支暴力的情况 这么多无辜的学生 特别高中生很多就莫名其妙被打死 还甚至有连小学生都会有发生这样的悲剧 那怪罪于枪支 可是共和党不是怪罪于枪支 共和党认为说枪不会杀人 杀人的是人 所以其实都是一些这个我们讲说这个精神有疾病的问题 但是讲到精神有疾病你要去调查人家每一个人的这个病史的时候 会不会又涉及到隐私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就是复杂的关系 那当然还有就是民主党觉得说 好像这个执法 大家都希望这个警察能够执法比较 就是有效率一些能够防止犯罪 可是又发现警察在执法的时候又容易造成种族歧视 特别对在黑人的地区 对于这些少数族裔 就是他可能会先判定你就有可能是嫌疑 然后在逮捕你的时候认为你就是会有枪支 所以他们会用比较这个保护自己的关系 为了保护自己 他们会做出过当 使用这个武力过当 就是在逮捕的时候 那反而会造成一些可能悲剧 就像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弗洛伊德这样的一个被这个警方 这个使用这个逮捕的时候 使用的这个过当之后 然后致死 这个是民主党希望就是说要检讨警察 但共和党觉得说要检讨的是这些不法分子 所以这个当中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很大的落差 那但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我个人认为他们可以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你不要让有精神病死的这个年轻人能够取得强制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大家应该可以同意 但是目前为止这就是一个大的议题 就是治安的议题 那特别我们也看到在加州 我很多的朋友虽然心里头不见得喜欢川普 可是想到民主党在加州允许这个抢劫 大概不超过台币一千块钱的不会定罪 所以就看到很多人就在超市直接搬东西 那还有呢 就是很多游民 在这等于是他没有地方住 他就在你家门口搭一个帐篷 你怎么知道你买了一个郊区的房子 觉得还不错 结果游民就在你家门口搭帐篷 那你那个房价马上会跌 所以这个是很多亚裔 虽然他们本来过去是觉得民主党是支持亚裔的 民主党是比较照顾到少数族裔的 但是看到这样治安败坏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投不下去 也希望能够就是有个比较强烈的一些执法 所以执法治安 其实在美国我们现在看到是蛮大的问题 那可是在执法的时候 我们又会看到另外一个就是歧视的问题 包括就是共和党 我们刚刚讲说在警察 白人警察对少数族裔的这个问题 但是另外就是川普执政时期 好像把白人心里头被压抑的这个情绪给释放出来 他们就公开歧视亚裔特别在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新冠肺炎的期间 就认为是亚裔造成的中国人造成的 那他们也美国人也根本分不清楚谁是亚裔 谁是中国人 所以把你台湾当然很难认出来 他把日本韩国甚至泰国的人都认为是中国人 就会去做很多的歧视 那这个是亚裔又很矛盾的地方 就是共和党带出来的一个是歧视少数 少数族裔的文化 但是共和党又比较能够好像在意要保护 他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所以这个治安的问题 枪支管制的问题 这个也是在美国民众当中 比较在意的一个大的议题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除了这个经济之外的 还有就是美国像COVID-19 然后所造成的美国包括美国的健保 这个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当然民主党还是希望 就是能够在这个COVID-19 要承认这样的一个疫情 这个病毒的确存在会造成问题 所以还是鼓励打疫苗 可共和党这个有很多比较保守的 这个信仰基督教保守的 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疫苗 不要说是COVID-19的疫苗 就是之前其他的疫苗 包括我们认为比较理所当然 什么天花疫苗 这些他们都不愿意接受 就有一批原来就不相信疫苗的人 那到了COVID又不愿意接受 然后再加上有很多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之前包括川普都认为这些根本不需要 而且还相近所谓的群体免疫 那这个也是一个造成美国医疗负担蛮大的问题 然后就是美国人对这个 现在目前的美国的这个 整个的健保的状况也不见得很满意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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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